好 我们现在开始上的是天文学 第一个部分叫做宇宙 然后我们要先讲的叫做宇宙的组织 天上面你所抬头往天上看 眼睛他的道德除了金木水火土这五个行星之外 其他的都叫做所谓的恒星 古时候所谓的恒星是指的相对位置不改变 这三颗星乘一个三角形就围这两形一起动 那形状不会变 这是古时候称为恒星的意思 有些星会排好就要行星 金木水火土 那这个在周日跟我说 可以位置到这个相对位置不变状况 那这是古时候的讲法 现在所称为的恒星是指的 为自己发光发热的星 自己发光的叫做所谓的恒星 我们的太阳就是其中一颗恒星 恒星有的时候有很多恒星会凑成一团 一堆恒星凑在一起 那这个叫做所谓的星团 那这里有照片 星团有分类 这个叫做地级的星团 看起来很多带款地级的星团 还有所谓的疏散星团 有彼此有见的有分开 这里有名的四代是男的七姐妹 或是男只有六姐妹 你都请她的照片 好 那这个分类高中才会交 你就只要知道很多恒星凑成一团 叫做星团就可以了 那还有所谓的星系 Galaxy 就是有很多的恒星 有很多的星团 有很多的宇宙间的尘埃气体 这样所构成的就称为一个所谓的星系 这就是星系 这是最常见的星系 螺旋状星系 星系也有分类 根据形状分 这个也是高中才教我们国中不管 那螺旋状的星系 像个雪波台风这样 螺旋状的星系 一个最重要的星系叫做银河系 就是我们所在的星系 它银河系 我们说它外形像荷包蛋 脸皮中间凸起 也是一个螺旋状的星系 外表脸皮中间凸起 所谓像荷包蛋 这个螺旋状的星系 那我们的太阳系 在它的边缘 没有很边 银河系十万 十进十万光年 半进五万 我们离中心三万 有点边又不会太边 这个地方对过去对到猎户座 就是我们称为猎户座选备 所以太阳系会在银河系的边缘 猎户座选备上 一般人 一般人所听过所知道的星星 什么牛郎啊 知女啊 北极啊 天狼啊 这些星 通通都是银河系的成员 都在银河系里面 一般人 没有特别的天文全常识之士的 你所听过的这些星星 都是在银河系里面 好 要注意的事情是 这个照片是别人的 不是我们 我们自己在银河系里 我拍不到银河系的照片 你自己坐在你家里面 你拍不到你家长什么样子 你只能从村外看到别人家 我家应该长这样 咔嚓咔嚓一张说我要长这样 就是我们看到银河系 东看看西看看 我觉得我们的银就长成这样子 一般会开张 所以我们就长成这样子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 我们在银河系有看不到银河系 好 那如果有所谓的星系群 就是有很多的星系像星团一样 很多恒星凑成一团叫做星团 很多星系凑成一群叫做星系群 我们的银河系 就是所谓的本星系群里面 我们这个本星系群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什么大小派成人星云 先宇宙大星系 这是我们的本星系的成员 所以呢 那这个看过算不用废 就是估计值 我们估计宇宙有十的十字方个星系 每个星系有十的十字方个恒星 宇宙有十的二十字方个恒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 除了地球之外 应该还有别的星球有生物 甚至是有个智慧高等跟我们一样的聪明的生物 因为假如每一刻 恒星都有九颗十个三十个恒星 这有十个恒星的话 那宇宙有十的二十一字方个恒星 十的二十一字方只有地球有生物 没有别的星球有生物 这个机会实在是太太小了 所以我们相信 应该有别的星球有生物 跟我们一样高等智慧有聪明的生物 可是我们可能这个有碰到他来没 就是数字呢 看得到 另外 刚刚你讲过了 你抬头看天上的星星 都是除了几乎的都是 都是所谓的行星 即使你用望远静态 也几乎都是恒星 一直到最近这些年 科学有比较大的进步 跟更好的竞速 我们才有办法看到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称为系外行星 大概几百克而已 一两百克 一点点而已 好 为什么 因为行星不发光 太暗 我们看不见 行星发光 比较亮 我们看得见 所以一直到最近 我们才看得到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所以考卷上的题目 除非我告诉你们来考金目谁 我 否则我说经常星都是什么星 只能都是恒星 只能都是恒星 OK 这个是有人会问的问题 问你谁比较大 谁比较小 请问你是星系大还是星团大 还是恒星大 好 要有一个排量台的秩序 宇宙 下面有很多星系群 我们在所谓的本星系群 本星系群里面有很多的星系 有个星叫做银河系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恒星 恒星叫做太阳 太阳有一些行星 叫做地球 地球的位置叫做月星 所以你在宇宙的中间地位就是 本星系群 银河系 太阳系 地球 台湾 士林 海海国中 这就是你的宇宙的地址 海海国中 这样的看过就可以 到此地方视讯 地球 往上一层叫太阳系 太阳系在银河系中 银河系是在本系群里面中 上面这两个国中完全不提 甚至高中也不经常会教 就欣赏完就好了 就是很多星系群 构成所谓的超新星团 还有所谓的宇宙长城海星结构 这个你看过就算了 反正你上高中都不见得会教 但是你要会背这个 他讲过 有的人会不会问你视讯 谁大 星团大还是星系大还是恒星大 其实你还是许要分之大 OK 好 银车战戒问 我们说银河系是一项圆盘 可是呢 他看起来像带子 为什么 这就是银河 看来大概就是银河 看起来叫带子 中文叫银河 河一条条长条状 英文叫牛奶路 银河位 也是一条路 是常常的 请问你 我说他像圆盘 为什么他看起来像带子 因为他太大了 所以他 银河就是银河 最后两群 最后两群开心过 两群落势 九层十一个 十才超超 优优独播剧场 课一课看为什么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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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太大了 所以可能会造成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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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7號 7號 Lucky7 來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說他像圓牌 他看起來是一條袋子 為什麼呢 搖搖頭 說不知道 來帥哥男 30 30 超遠 超遠 什麼 拔布 兩個人 坐下 因為我們從 邊邊往裡頭看 因為我們從邊邊往裡頭看 來 這是一個圓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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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銀河線的邊緣 往中心看 你看到的是他的橫切面 盤子破掉看到是 一條長條 所以 因為我從邊緣往中心看 所以看到他是他的 橫切面 所以看起來是一條 看起來是一條 因為我們從 銀河線的邊緣往中心看 所以看到的是他的斷面 所以看起來就把盤切開來 看到是中間的一長條 ok 就是為什麼 我說銀河線 向圓盤 向荷包帶 可是你看他就是一個 長條狀 長條狀 原因在這裡 因為我們從邊緣 剛剛講過了 太陽系會在銀河線的邊緣 邊緣 邊緣座 全面上 有點邊又不會太邊 銀河線直徑10萬公里 半徑5萬公里 我們離中心3萬公里 離他有點邊 又不會太邊 由邊緣往中心看 所以看到是他的 橫斷面 橫切面 所以看起來是一條 看起來是一條 那原因 ok 有啦 問題嗎 很好 我喜歡 好 來 有問題嗎 沒有 ok